野鳳 剛剛講的這件事情 就算柯文子 這件事情就算柯文子不講 她已經完全無力回天了嗎 然後這件事情我們最好奇的是 那黃珊珊她能夠躲得了嗎 黃珊珊現在她過去 在台北市政府的角色 是非常的關鍵 包含她跟沈慶金之間的關係 也不是從她當副市長開始 早就開始了嘛 黃曙光介紹的 對 她過去當次議員的時候 大家不要忘記黃珊珊當了幾屆議員 五屆的議員 六屆 二十四年 所以她從很年輕就當台北市議員 二十七八歲就當議員了 對啊 所以她這個脈絡 大家一直在問說 這個中間人非常的關鍵 到底是誰牽線讓柯文哲 可以跟沈慶金之間的關係 如此的密切 現在看起來 黃珊珊的脈絡其實是最深的 而且還不是只有沈慶金喔 包含我們在講北市科喔 好幾個案子 還有大家不要忘記了 大巨蛋 那個時候其實到柯文哲的第二任 後來跟遠雄之間的關係 黃珊珊我一直在強調 她是律師的身份 她是柯文哲身邊最重要的法律幕僚 但是你在過去副市長的任內 你沒有任何阻止柯文哲的動作喔 那這樣子是不是就形同 你就是一個幫凶 一個共犯 對社會大眾來說就是這樣 可是我最好奇是 她每次提供的意見都是收點子啊 是啊 那你都是收點子 你怎麼還可以得到信任 寶傑跟你內行 因為過去曾經跟黃珊珊 一起開會過的律師啊 私底下告訴我說 千萬不要相信黃珊珊的法律見解 因為你如果聽她的 就會死路一條 現在阿伯就是這樣子 不是 吳董講過很多遍 他有一個好朋友叫廖學廣 以前的立法院 廖學廣就是找黃珊珊 去當這個辯護律師 他說他差點被判死刑 好 第二件事情 寶傑哥 你認為柯文哲這個USB裡面的記載 2022-1101嘛 1500審慶金嘛 現在確定不是時間 是錢 裡面有沒有黃珊珊的名字 如果假設沒有 有沒有可能是 他是專案處理 我問你 現在高鴻安 對 那個時候 這個USB裡面的出障人 高鴻安300嘛 對不對 然後那個賴湘林 他那時候選桃園100嘛 那我問你 這兩個人喔 跟台北市有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 他們都可以拿到錢耶 他們是把阿伯拜託的 對 那如果假設這樣 USB竟然會沒有黃珊珊嗎 那我就在懷疑啊 有可能當然就是專案處理嘛 因為如果黃珊珊選上台北市 她是台北市長 對 四個民眾黨的議員 他們對於金華城的影響力 當然是遠超過其他的人嘛 沒錯 對啊 所以 而且阿伯就不會有事了 是 所以黃珊珊 當然是柯文哲 本來認為的防火牆 但是現在黃珊珊 不可能願意當她的防火牆 所以阿伯 自己扛吧 所以 剛剛講的是 柯文哲這個禮拜 做了一個非常奇怪的動作 這個禮拜的動作就是我拒絕應訊 你說拒絕應訊 你到底想要付出很大的代價喔 沒錯 你可以說我去了 我不講話 也可以 柯文哲說你在那邊我不配合 也可以 可是你去都不去 剛剛講對院檢雙方來講 都是非常不利的一個結果 你有可能被延長擊下 你有可能在法官的新政上面 做打了一個更大的殺殺 可是他還是這樣幹了 他還是這樣幹代表 他已經收到了一個非常大的訊息 這個訊息對他非常不利 他已經瀕臨崩潰的邊緣 你說 這個訊息 就是沈慶經招了 沈慶經認了之後 柯文哲所有的防線全面崩潰 沒錯 這個山陀爾颱風剛過 現在整個政壇要刮起一股 叫做柯萊爾的這個颱風 柯萊爾颱風 柯是柯文哲的意思 萊爾就是大家要揭開他 是個騙子的真面目 有這麼嚴重嗎 為什麼這樣說 寶貴我跟他講 這個柯文哲在10月1號的時候 他就說 欸 檢調拒敵他的時候 他就說我拒絕 我不要這個 我不要去應訊 為什麼他不要應訊 寶貴因為他心裡 內心的這個長城完全崩潰 他的馬其諾防線完全崩潰 他當初所架構起來的 你人 欸 我有很多人都不會說出來啊 金流你也查不到啊 那什麼USB你也破解不了啊 海外帳戶你也破解不了啊 我的簡訊什麼 我的手機你也破解不了啊 可是寶貴我跟他講 現在一個一個 骨牌完全都倒下了 全面崩潰 對 沒錯 因為我們在他之前 非常得意的上課講說 他在講求毒理論 求毒理論剛剛講說 最好的結果是什麼 大家都不要招 這個是大家最好的 可是這個人性上違背 所以你怎麼樣突破這個人性 是他在思考的方向 可沒有想到 這個求毒理論其實有最關鍵的兩個人 最關鍵的兩個人 一個是沈慶晶 一個就是柯文哲 對 你說 沈慶晶的這個求毒理論 對 他撐不住了 寶貴我問你 現在沈慶晶人在哪裡 在醫院裡面 他在醫院 對 他從9月5號就一直說 欸 我要這個聚保就醫 這樣說 欸 從9月5號 然後他當時的這個檢調意思 你又沒有出具相關的這個證據 可是這樣 9月25號 他被這個約談了14個小時之後呢 沒多久 欸 他居然就住院了 抱歉 而且9月25號他約談之後呢 接下來有非常多的大動作 朱雅虎跟李文中 才會今天被收押嘛 所以說沈慶晶被約談了14個小時 沈慶晶可以租到音樂裡面 對 這是一個重大訊號 當然 他告訴你什麼 他可能已經講了非常多重要的事情嘛 所以對柯文哲來講 他看到 欸 接下來 朱雅虎跟李文中都被收押了 而且朱雅虎還認罪啦 那我還 我能夠怎麼樣呢 對不對 所以 而且你知道今天對他來講 更不利的是什麼 今天彭震生也被提訊 然後映小偉也被提訊 還有另外 吳順明是第一次被提訊 欸 他被壓了一個多月耶 所以說到時候實質上顯然 因為吳順明是個非常重要的角色之一 所以顯然 有更完整的拼圖就出來了嘛 那尤其這幾天不是大家有解密的嗎 你這個所謂的 這個210萬有7個人捐給你 現在都知道了 金華城就跟金華城有相關了 而且裡面有5個人已經承認 啊 我沒有那個錢是 上面叫我交辦 那這不是對價關係 不知道是什麼呢 所以金華城已經有對價關係出現了 所以對柯文哲來講他知道 他現在可能已經真的在撐不下去 所以讓我面對說 這個檢調對我所有證據攤開來 給我致命一擊說 不如我先躲避 我即使躲避 雖然說我未來可能會面臨到薪責更高 但是先讓我想一想 我接下來怎麼面對吧 而且剛剛講到 金華城這個政治現金裡面 7個人頭裡面有5個人已經招了 講得非常明白 對 這個現金是公司給的 對 公司給了現金把他們當人頭 然後再把他捐到了民眾黨 而這個時間就是金華城 剛剛講印小微便當會的前後時間 對 這個時間加上這個金額 加上是威京集團直接給的現金 對 這個對價關係就出來了 對 這是檯面上我們知道有對價關係 但是寶傑我跟他講 甚至目前為止 還有對他更不利的很多東西 他的真面目要被揭開 這還有更不利的 第一個USB1500這個小省 這個他已經確定了 因為你裡面還有給賴箱 你還有高黃安的帳目 所以1500絕對不是這個時間 是金額的問題 這個已經是非常確定 另外一個是什麼 我們之前在質疑說 冷錢包這個問題對不對 現在已經有傳出來 就是說檢調已經掌握了 他USB裡面有冷錢包 你說冷錢包找到了 而且裡面還有這個相關的金鑰 都被找到了 那你有了冷錢包 你有了金鑰 那不就冰頭 那不就解開來了嗎 但是問題是你看 上禮拜我們不是講過嗎 我們這個調查局的海外 金融情報中心不是啟動嗎 對 他啟動原因就是因為 他找到相關的東西嘛 這找到冷錢包 對 冷錢包 那甚至是有一些海外的帳戶 這個才要 你要海外的帳戶 當然才有這個調查局的 情報中心 去跟海外的國家來說 你這個帳戶要怎麼來購分 甚至不是還有一個新聞說說 我們現在要啟動 兩岸之間的這個協商 要知道這個 那顯然一定有金流 不然我去啟動這個幹什麼 一定就是有原因 我才要啟動 所以我的目標已經很清楚了 我的這個地點已經很清楚了 不然我就像大海撈針 我到底跟誰談都不知道 對 那我怎麼說是柯萊爾 聽說他的手機的簡訊 也全部被還原了 手機簡訊 裡面過去很多這個資料 不論是在WhatsApp啦 Line啊所有的資料 全部過去好幾年的 可能都完全被還原之後咧 寶姐這裡面 你有什麼內容 似乎有挖到更多更多的 可能跟他私生活有關的 相關的資訊 私生活 所以我才說為什麼 柯萊爾的真正 他的生活不是很單純嗎 他不是兩點一線嗎 他不是每天早上七點半 就去工作了嗎 對 寶姐 他絕對不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樣子 不是 當然不是 你看他連頭髮 頭髮現在都能夠變成是 從白色變成黑色 不是就有人說 他以前可能是染頭髮 現在就沒辦法染 他還故意把頭髮染成白色嘛 所以他事實上 他的過去的很多 你看他所講的話 現在黎一認證是 他都講謊話啊 所以我為什麼說他是柯萊爾 就是說現在我們可以更全面的 從他的這個過去 跟所有財團之間的往來 他自己的這個金流 甚至他自己的自己的生活 未來都可能會讓我們看到一個 完全不一樣的阿伯會出現 好 所以事實上 剛才講的 你現在把整個時訊 你剛才講 你現在是9月25號 對 開始14個小時馬郎周體訓 9月26號你看到嗎 14個小時我們當時覺得 那非常不尋常 是的 如果今天審計金不配合的話 我幫你叫回去 我幫你叫來 幫你叫回去 幫你叫來 如果14個小時代表 你現在講到東西已經講到點了 你已經講到砍上了 講到這個東西 我不能讓你回去 我一定要馬上追根就底 我馬上讓你劃壓 就算你後面的事後會後悔 我也不能改變你這個後悔的事實 結果剛才講 14個小時的馬拉松之後 馬上提訓了柯文哲 提訓柯文哲之後 馬上兵分這個所謂的29路 開始幹嘛把李文中激壓了 把豬牙虎激壓了 接下來剛剛講到 現在開始大動作 所有的關鍵 就在9月25號 9月25號沒多久 省心機就可以住院了 所以才說一切發動點 就是9月25號這一天 他在約談了14個小時 那一開始簡單來說 沒有啦他其實早就已經結束 他是因為這個等不到車 他還故意放這樣的風聲 但是我們都知道說 他那天一定講出了什麼 不然的話 隔天為什麼要再度來提訓這個柯文哲 那接下來 再從這個9月26號開始 密集你看 9月27號29路的大搜索 帶回了10個被告 還有6個證人 還有李文中還有豬牙虎就被激壓 甚至連豬牙虎都認罪嘛 那後來不是傳出來 原來那些金流是從來 這個所謂那些人就知道 那些所謂的 新華城的7個人 那5個人認罪 就是從那天開始出現嘛 你怎麼會 怎麼會知道這個 該不會就是 省心機招了什麼還是什麼 然後現在9月30號不是傳喚 新故鄉的這個學者叫孫鳳群嗎 另外還約談陳文忠嘛 所以這一切都 天生隨乎 對 然後我們 我覺得我們前幾天有個消息說 這個 這個相關的這個心情 看到這個 沈晶晶 他心情買好了 還吹口哨 吹口哨隔一天他就去住院 所以你們覺得很奇怪嗎 之前從來 你這個 檢方要你 院方要你 交相關的這個 醫藥的證明說 他也 交不出什麼 所以然 然後結果沒想到 前一天還吹口哨 隔一天就說 我住院了 所以你們覺得 就住進去了 這個時間點很奇怪嘛 所以就在 住院之後呢 柯文哲聽到說 沈晶晶居然住院 你想他要怎麼想 他住院了 那他一定是糟了嘛 也就看到了 沈晶晶上午 我住院的時候 柯文哲下午 對 我就拒絕應訊了 所以他 顯然他知道 這個裡面出大事嘛 那我們就想 事實上這一次的 這個政商拼圖來說話 大家都從他的政治獻金裡面 找了非常多 除了我們之前的 這個金華城之外 現在大家要找出了 三個人名 三個人名在 分別在這幾個地方 就一個業姓的兄弟 還有一個張姓的這個女 這個一個張姓 還有一個這個林姓 他們都約莫也是捐了 大概30萬左右的數字 可是現在連接上來的話 有非常多的這個公司 又出來了 譬如說包括說這個 這個這個所謂 無姓的這個女士來說 或是張姓的女士來說 他們都跟 譬如說業姓的是跟華泰銀行 華泰銀行 對然後張姓的話 是跟原力建設 事實上你就知道 又有非常多的財產 更多財產出來了 還有另外一個 事實上是比較致命的 寶傑我們就講 目前為止來說 金華城當然有金流 可是現在呢 這個數位議員 就提供一個資料 就是說 現在有一個資料是怎麼樣 裡面來說 你看民眾黨的捐款裡面 有三位人士 這個吳梅芬 陳桂英 還有陳奕華 這三個人他們也捐了錢 捐了錢的這個時間點 在2020年這個時間點 然後2021年 他們又捐了錢 結果沒想到 寶傑你知道 只繼續看裡面 他們誰 他們三個人 他們三個人呢 共同在這家公司裡面 這個公司裡面 擔任他們的代表人 你看 吳梅芬 陳桂英 還有這個陳奕華 都在星光 星光 然後他們三個的代表人是 許賢賢 許賢賢的公司 許賢賢是誰 許賢賢是吳東進的老婆 他就是吳欣穎的媽媽 所以呢 居然完全相關耶 他們在這個時候捐錢給這個民眾黨 難道之間有什麼對價關係 所以才說現在 越來越多的證據出來之後 我才說為什麼 我們慢慢要接 慢慢地逐漸揭開了 這個客戶者的真面目 因為他過去的很多的 私底下作為 我們會接下來一一的解釋 農長我們講講 抓Bi的時候 最好看的就是那個骨牌情島 可是骨牌情島的時候 第一個骨牌最難 只要第一個骨牌倒了以後 後面就會土崩瓦解 本來大家以為說 第一個認罪誰 第一個認罪的是朱雅虎 你說不是 朱雅虎沒有審訊金先倒 他是不可能倒的 所以你從這裡面判斷 審訊金已經倒了 審訊金當天有徵詢了14個小時 那個當天很怪異對不對 他不是做也做不住 又上吐下瀉 這個北檢搞14個小時 通通病都好了 對不對 這要體力的 北檢我去過 北檢沒有地方給我睡覺的 北檢問了一拜 在你旁邊先睡著 沒有那個 更難過的地方 非常 就是辦公桌椅嘛 你能夠 沈靜雅虎不是已經倒在黑衣服 上吐一下 現在全身站著 要徵詢14個小時 我也對 我對沈靜雅的健康情況 雖然不是很了解 但是我跟他聊天也聊過好幾個小時 對不對 這大概算很熟嘛 他哪有那個體力跟你搞14個小時 如果他不願意的話 他為什麼要願意 為什麼 談判嘛 他一定是願意跟檢察官談嘛 否則他不會 他撐不住了 所以他當天看到的東西 他沒話講了嘛 那這個東西很簡單啦 就是今天 威京的錢會到黨部 那黨部的錢會到木可 木可的錢會到 看完這個口袋 這個已經是串起來了嘛 或是有可能串起來 他知道這個事情破功了嘛 所以基本上講嘛 精華塵埃裡面的政治獻金 已經確定有七個人頭 七個人頭裡面有五個人頭 已經非常確定 講說他們的錢 獻金就是威京集團給的 給了他們的錢以後 他們就直接交到了民眾黨 這個錢如果非常清楚的話 現在想要抵賴 沈靜雅想抵賴也不能抵賴了 沈靜雅知不知道他有賄錢到民眾黨 當然知道 他給他蓋他就認了嘛 賴個鬼頭啊 你有賄錢給民眾黨 他沒有給你好處 你賄錢給他幹嘛 對不對 然後你連結了嘛 你連結了以後 你這個案子 我已經可以起訴你了嘛 你這個案子也可以定罪了嘛 那你不配合我的話 你就是白花時間而已嘛 所以他怎麼辦呢 所以非配合不可啦 他沒有 沈靜雅對於柯文哲沒有道義可言的 他跟柯文哲什麼道義 完全利害關係而言嘛 對不對 所以他乾脆他認完的話 他不要忘記他中間有一個麻煩事喔 他有一個背信的部分 對 背信的部分三年以下 可是他是重金背信 七年以上 七年以上耶 他超過一億元的余億 他是搞到五六億出去 對 所以他如果說他沒有跟檢察官講好的話 他那個背信要判到五年到七年耶 所以他那個收行賄的話是一年到七年 對 所以麻煩是在他後面那個背信啊 背信如果檢察官願意連帶一起豁免的話 對 他整個事情就會變成 會變成就很輕鬆過關嘛 你知道嗎 所以你說我本來是要保這個所謂的 精華廣場的這個土地容積率 我保護容積率 所以我就不能認 可是如果今天跟他講的 你精華成這個政治獻金 你已經透過這些人頭轉進去 你現在勾連起來 你已經貪污已經確定了 貪污確定了以後 你八百四保不住 八百四既然保不住 我就要保我的性命了 對啊 保錢困難啦 不見人說保不住啦 因為台北市政府 雖然有議員啊 雖然有市長 將來問題還是扯嘛 因為扯這事情 沈晶晶很會扯 扯皮他沒有問題啊 對不對 扯皮扯很多年 房子蓋完也賣完 在告啊 訴訟啊 他反正我不敢講說 八百四 百分之百沒有 八百四困難嘛對不對 可是我現在馬上就有保命的問題 對 現在我每天上訴下訴 我怎麼跟你玩啊 反正已經大勢已去了嘛 所以照理要講 今天當這個省經濟 可以住到醫院的病房的時候 柯文哲就知道大勢已去了嗎 不是 省經 柯文哲聽到李文中收 他就大勢已去了 不用談了嘛 朱雅虎認罪嘛 朱雅虎認罪這個事情 我現在很簡單 朱雅虎他不敢得罪沈晶晶 好不好 我應該確定的講一點 因為沈晶晶的背景 其為複雜 朱雅虎敢背叛他嗎 給他 竟然十個膽他也不敢 講白的 朱雅虎只是一個退伍軍人而已 他沒有看到沈晶晶的認罪書 他不會去認的 朱雅虎百分之一百 他這個不是忠誠度而已 這還有包括他的飯票 包括他的退休老命 那是黑道的規矩 當然是黑道規矩 小沈以前是幹什麼的 小沈以前是宇宙幫老大 他做過牢的 殺過五四招 砍過人的 宇宙幫老大 他跟我講的不是我跟他講 他每次跟我吹牛 他以前是 他是藍劇場那邊的老大 所以朱雅虎不敢去背叛他 絕對不敢 我跟你講他一定是 看到沈晶晶的東西 他才敢簽 我就簽不下去 他沒這個種 那所以這個邏輯就很簡單 所以我非常有把握地講說 沈晶晶已經放棄 已經棄手了 對 所以後面就快樂了 你看有沒有 現在住醫院 晚上可以打開電視 可以看關鍵時刻 對 什麼都知道 還可以吹口哨 對 什麼都有了 那這個東西 他沒有賣 沒有賣柯文哲會這個待遇嗎 沒有 而且賣的東西一定非常詳實 你瞧沈今天沈總裁 就是一個上吐下線 沒什麼了不起 但是你跟我配合 我當然跟你配合 他現在住院的話多舒服 對不對 我如果是這種住院的話 所有的住院費用 可能是台灣中華民國政府幫他付 所以是豪華待遇 好 所以 你也認為說 他的馬吉諾房間破了嗎 沈晶晶這個骨牌車倒了嗎 現在按照師兄講的 柯文哲的風暴才剛要開始 今天跟朱雅虎他已經認罪 他說他行賄 兩個關鍵的人 一個叫做朱雅虎 一個叫做什麼 李柯南 李文中 所謂的李柯南是什麼 最能夠了解柯文哲的男人嘛 過去他信任50年的這個男人 李文中那一天他為什麼 他是柯文哲的男人 他是柯文哲的男人 王的男人 最信任的男人 李柯南 對不對 而且幫忙柯文哲 專門在處理一些 小回數跟政商關係的嘛 那一天為什麼柯文哲他不敢去 他就是在等李文中的證詞啊 李文中沒有講 他怎麼能講 他如果萬一李文中從頭到尾堅持說 我都沒有認 那我告訴你 柯文哲絕對不會認 但他要聽李文中到底講了一些什麼啊 因為他朱雅虎認罪 我相信律師一定有跟柯文哲講 但是李文中講了什麼 那一天他從來沒講 那再來呢 那一天柯文哲沒有去提訓 檢調單位提訓的誰 提訓的李文中啊 所以現在李文中講的話 絕對會重傷柯文哲的內容嘛 所以你去看喔 李文中他現在啊 還有他的過去啊 他在柯文哲的身邊 包含他在北捷的這個 莊姓女秘書 都已經被檢調教去問了 對 現在不是查柯文哲的行程 現在也去查李文中的行程 要把柯文哲的行程 跟李文中的行程一加起來 就可以看出你們倆在幹什麼了 沒錯 而且不是只有金華城的案子喔 你還有沒有討論 包含像北市科啊 對 其他的這些幾大案 包含政治獻金案 再來 還有黃珊珊 大家也不要忘記他的角色嘛 對不對 現在整個民眾黨叫做什麼 假挺科 真應付 我告訴大家 過去喔 柯文哲他們出事的時候 民眾黨不是號召說 我們要辦這個戶外開獎 對 我們要辦座談會 五十場 結果我去調了資料 你知道他們辦在哪邊嗎 辦哪裡 辦在什麼萬華很小的一個共享基地 你知道各縣市喔 它那個不是民宅出租的啦 就是很小的地方 你知道那個四號共享空間 最多容納人數是多少人 幾個 三十個 二十人啊 二十個 坐滿喔 才五十人左右啊 我說 你民眾黨今天要喊冤 大家喊冤怎麼樣 敲鑼打鼓啊 我們怕人家不知道嘛對不對 結果你們民眾黨是怎麼樣 五十個 五十個 最多五十個 現在喔 整個場次規劃下來 全國全台灣 二十三場 一場上你算五十個 我林彥鳳辦一個活動 可能都超過一千人了 你整個民眾黨辦這個活動 然後選在那個很隱密的地方 我就想說難怪人家叫你們是什麼 白蓮叫嘛 你怕人家知道是不是 喊冤還喊得 小小聲怕人家知道 有這樣子相挺的嗎 所以我就說 民眾黨他現在包含 你說 黃珊珊也好 黃國昌他辦的新北市市場 是因為他想要選新北市市長 那你有看到他們現在在其他的地方 街頭上面大張旗鼓嗎 全部都沒有 所以代表這種 大家都在跳船 好 不想要再跟柯文哲有任何的關聯 剛才講這個風暴即將展開設議會 非常關鍵的是那個USB 這個USB現在竟然是阿伯的所謂 秘密葬冊 秘密葬冊裡面怎麼進怎麼出都有 現在還江湖傳言更誇張的是 冷錢包找到了 冷錢包的金鑰匙找到了 冷錢包的金鑰匙現在只插密碼 更可怕的對阿伯來講 殺傷力更大的是 他的對話紀錄 寶人哥現在課問者叫做雙破 什麼意思 第一時間他的所有的創供網絡 創供的馬其諾房間 請問一下破了沒 破了完全破了 而且這個爆發點 根據剛才講的 就是從沈金星開始 因為如果今天不是沈金星先招任的話 他是不可能住院成功 因為各位我請問一下 減掉壓沈金星的目的是什麼 取公就是要你取公嘛 就是要你講出來嘛 你的不舒服就是我們的籌碼嘛 所以如果說今天你不舒服不舒服 到一個極限的時候 好那我讓你去住醫院 吹冷氣躺在壁床上 然後你沈金星再回來的時候 請問一下有用嗎 沒有 不可能絕對不可能 我壓你幹嘛 對所以讓他去住醫院 就代表沈金星招了 所以豬牙武看到說 老大招了 我才會跟著招嘛 這個都已經一連串的土崩瓦解 所以柯文哲才會說 好啦我乾脆不要出去應訊 因為我回答不了了 沒辦法你們都招了 我根本不知道我該說什麼 如果證據一個一個貪拖下來的話 所以各位第一個 他的串貨網絡已經破了 唯一下剩下的就是李文中 那李文中都不會破 也會跟著破 為什麼李文中絕對也跟著破 否則你覺得想想看喔 李文中如果要扛下來的話 十年以上甚至無期徒刑 請問一下他是傻了還是撞到 他幹嘛替柯文哲扛這個鍋啊 錢又不是我在賺的 所以李文中也得跟著破 所以李文中剛剛想到 你的刑期是十年以上喔 對保留哥更可怕的是什麼 第二個第二個叫什麼 人色崩壞 這是第二個破 而且你等一下喔 不只是人錢包 人錢包裡面可能藏了多少錢 我們現在看到的都是什麼 九牛一毛耶 那都是藍三喔 縮貝喔 打雷毛 打酒後的 零三三頭喔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什麼 210萬啊 100萬幾百萬 你說 100萬在柯文哲的眼睛裡面 只是藍三的只是半熟禮 真的上 真的厲害是一來一去的 所以你想想看喔 這個冷錢包 唯一能夠糟糕的是誰 也只有審慶金而已 所以當今天冷錢包出來的時候 不好意思 你知道柯文哲的人色會怎樣嗎 如果是五億 如果是十億 不好意思喔 整個完全崩壞 但更可怕的是什麼 對話紀錄 保利哥你還記不記得柯文哲曾經 在飛機上講過一件事情 我記憶有心 那是我報的嘛 他跟在場的所有人講說 他跟你們講 我是不怕喔 那個錢喔 他們去找啦 但我最擔心的是喔 如果我那個手機紀錄喔 USB的紀錄喔 被偷不出來 喔 那個報給媒體周刊喔 我會被寫得很難聽 我整個會亂七八糟的 寫得很難聽 我現在才看懂了 寫得很難聽 對這才是柯文哲最害怕的嘛 因為你想想看喔 今天 有什麼東西會被寫得很難聽 對嘛 這就是有一件事情 LINE對話紀錄可以幹嘛 可以寫得很難聽 一定是跟他的私生活 跟他的私德 一定有高度的關聯性 那柯文哲到底幹什麼 不知道 你想想看喔 原本的阿伯是什麼 頭髮白蒼蒼 整天翁翁翁 青年情政愛鄉土 然後呢 一平如喜跟平民不一樣 但如果跟你講說阿伯不對 他是生還 家財萬貫 然後與此同時呢 旁邊還坐有什麼 不知道 黑人問號 都不知道 我很害怕 你不要嚇我 我太害怕了 我不敢再講了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這個狀況下 因為現在這個簡訊喔 有哪幾個 第一個 有LINE的對話紀錄 再來呢還有什麼 有Telegram 寶德哥 無事不登三寶店 請問現在Telegram它的特色是什麼 秉密 就是保密嘛 你如果平常都要去LINE WhatsApp 咬不起一個WeChat 都在跟中國聊聊天 你怎麼會去用到Telegram 然後檢調說 沒有 這些我們全部都破案喔 那你想想看 這個裡面除了說他交代金流的紀錄之外 會不會有別的流向 會不會有別的脈絡 那更可怕嘛 與此同時冷錢包也是啊 我們剛才講的 如果說你以十一原則 甚至百億原則 前面的那個是藍山收回 但是在冷錢包裡面 可能你發現的是什麼 完全的一個大祕寶 乘以十倍 乘以百倍 所以當這些資訊全部都露出來的時候 保密哥我跟你講了 那時候才是柯文哲 第二次 我們講的 畢案 積壓只是第一次 第二次整個引爆全台灣的高潮 跟高峰才是 好的 所以剛剛講到的 當沈晶晶 他居然可以去吹冷氣 可以租病房 可以甚至有單人房 第二次 柯文哲拒絕應訊 這兩個加起來 像你們長期跑檢調就知道 大場面來了 那麼有很多的觀眾朋友啊 不禁有點納悶的問說啊 那麼柯文哲可不可以拒絕檢察官的提訊 可以嗎 告訴大家 不可以 為什麼呢 中華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 那麼檢察官針對這個 這個羈押禁見中的犯罪嫌疑人 尤其是貪污罪的被告 當然可以直接行使 直接把他給提訊到這個台北地縣署來 你知道嗎 那天他拒絕的時候 法警愣住了 因為從來沒有發生過 從來沒有過 各位 除非重病到快要死掉 重病到快要死掉的話那是例外 因為你根本就沒有辦法倒庭嘛 那問題就沒有 大家會問說 既然不可以 那為什麼檢察官會 後來笑一笑 就說 就讓他這個折疾 你說啊 身心有狀況 為什麼呢 因為很簡單 我講坦白了 某種程度上面還是理喻他啦 還有檢察官也知道他要幹什麼 他要藉由這個機會 如果你把他這個強制代理的話 要用什麼方式 用強制的 比如說 本來是手銬而已對不對 我現在連腳樓都可以給你上 然後呢 用扛的把你壓的 五花大綁把你綁上球車 都可以 過去不是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啊 就強制把你壓過去的 壓過去 那麼柯文哲啊 他是一個65歲的老小孩 而且是一個任性的老小孩 媽寶 所以呢他一向認為他自己可以 他想怎樣就怎樣 你忘了嗎 請問一下 台灣有沒有發生過 調查局或是連政署 到你家去按電鈴 要把你這個等於說 那麼去你家搜索 把你這個帶走 然後你可以一個小時不開門的 不行 沒有啊開玩笑 過去發生過種事情的話 破門對不對 那麼被檢察官跟連政署官員 要不要帶走的時候 強迫一定要在全國的媒體前面 嗆明鏡東攻 要給我個交代 我是在野黨的主席啊 你怎麼可以說我家等等啊 那台灣也沒有發生過 可以直接 那麼在這個等於說 這個被收押進階的時候 叫律師講說 請檢察官啊 那兩個月的時間 好好盡義務去查 我也會盡量配合 我請問你 如果他要盡量配合的話 為什麼四次那麼出來 這個提訊透露出來 第五次他拒絕 很簡單 因為發生了一個天大的變化 什麼變化 什麼變化呢 因為朱雅虎承認行為被羈押進劍 因為李文忠 那麼等於說 那麼雖然他否認 但是他也被羈押進劍 我問你啊 聽到這兩個消息 還有聽到一個人 雖然全身抽搐 但是可以去 住院 可以 可以有蓮蓬頭洗澡 可以冷氣 有蓮蓬頭洗澡 跟那個直接 好像英文 那個是不一樣啊 還可以直接睡在那個 各位要知道一件事啊 病床 病床的這個床墊是有彈簧的 你知道嗎 所以不一樣 怎麼突小虎突然 怎麼沈青青 怎麼可以出去了 他們是不是講了什麼 沈青青那一天 不是這個約談了十個小時嗎 聽說出來說吹口哨 聽說吹的那首歌 就是這個 講說 鍾小明知道的那首歌 給我一個溫 可以不可以 你知道嗎 吹口哨出來了 他吹口哨出來的 你知道嗎 他現在吹口哨出來 他現在正躺在病床上 然後吹這首歌的口哨 搞不好連歌都唱出來了 我問你要是柯文哲 你會怎麼樣 誇死了 我問你嘛 那麼他在台灣的醫學史上 有沒有煩惱煩童說 去關個看守所 關個二十幾天 頭髮從白變黑的 有沒有這道理 沒有吧 只有一個可能 我相信溫達隊講的 我也想我也懷疑 只有一個可能 他是不是染法 要不然怎麼可能 公義染白 他這樣做 我告訴你 好 我告訴你 你以為檢察官 西漢從你柯文哲 這個貪污罪的被告 嘴巴裡面 他問出說 你坦誠所有的犯行嗎 你錯 檢察官今天又約了這個 包括吳盛民 包括朱雅虎 包括這個等於說 那麼這些全部都 找過來了以後 根據我所知道 各位 現在除了我們所知道的 五大案之外 檢聯單位 現在又多了一個案 默默在調查當中 所以你以為 颱風期間 大家很爽在放 那個颱風架 檢察官連這組 調局全部都出去 而且還約談了 目前媒體沒有曝光的 重要證人 每天都在看 每天都在看 大家聽到 做什麼事 我們會訪問